好 各位觀眾帶來關心一下 康瑞颱風的最新情形 可以看到現在記者所在位置 就在太馬里的香蘭春 可以看到儘管現在的風雨還是不算大 但是就是怕說接下來的 暴風漫境籠罩台灣的時候 可能出現更強的雨勢 可以看到我現在身處的香蘭春 可以看到之前三坨清洗的時候 其實水煙就已經到達一個小腿的高度了 並且所有的器具 其實都是有被沖刷 土石沖刷而流進來的一個傾向 因此不少的居民已經在上一次的 三坨颱風的時候進行測村 而這次更強的康瑞襲 當然他們也必須要來測村 可以看到其實這戶的居民 現在已經準備了這樣一個很大的皮箱 將所有的盥洗用具 以及之前的物品都已經裝到這個箱子了 來準備進行這一波的撤離 我們來看一下稍稍的畫面 上一次的那個颱風 我們後面那邊都土石流 主石流就是我們這邊這一排的那個住戶 幾乎每一家都淹水 這也蠻深的 那個相關手就是預防性的先撤離 因為怕說 因為那個疫爆說 那個會直爆嘛 那個降雨量 就怕這樣子說 怕會危險 因為上次我們12點 都打電話的時候 因為那個 很多地方都有災情有沒有 都電話都不通 這個換洗衣服 這個是飲料水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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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 降血壓的 還有那個 更要酸的 就是帶一些 就是平常有在吃的藥帶氣這樣而已 就是那個換洗衣服這樣而已 好的可以聽到剛剛居民表示 他們其實每逢颱風來 他們都必須要測村 所以已經測習慣了 因此這次的測村來講說 對他們來講說 並不會感到太擔心 不過可以看到的是 儘管這個在這邊 這個香蘭村這邊 有20戶的居民 不過只有9戶是願意來做 撤離的部分 因此有這個 大概還有一半的居民 還是必須決定說 要留在原地 來跟颱風來做奮戰 不過可以提醒民眾的是 其實到了今天晚上 包括到了明天的上午左右 是颱風最為強烈的時刻 因此還是要提醒民眾 要做好防台準備 以防萬一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